2018年9月27日,江西省干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明经国故意杀人案,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明经国已故意杀人罪判处此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干州中约认定。 2017年3月17日上午,干州市南港区十八堂乡张榜生存委会在正在村民明某三、明某柄、明某福同一后组织猜出其土坯房,在拆除明某福土坯房时,引王决机司机操作不慎,造成相邻和明经国土坯房南部屋檐部分把片掉落,明经国接到儿子明小龙高之后,回家拿联查赶到现场, 误认为是拆除其土坯房,不顾在厂乡村干部再三解释和劝阻,持联查打杂巴决机驾驶室,在现场的南港区十八堂乡人大主席,被害人卓宇见状报警,明经国先生怨恨,持联查梦记卓宇头部,在卓宇倒地葬失自卫能力后,不顾众人劝阻,再次加害卓宇,持联查三次打击卓宇头部, 自卓宇严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被告人明经国故意被法剥夺被害人卓宇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主观恶性大,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鉴于明经国务,以为自家土批房,被拆除而起意杀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毁罪,依法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至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明经国当庭表示上诉,被告人亲属,被害人亲属,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一个见顺众,六十余人旁听了宣判, 明经国故意杀人案,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审判长在一审宣判后,第一时间,就公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做出了解答,问,等案中是否存在对明经国的土批房被把拆除的行为,他,等案在案政治证实, 南康区人民政府及十八堂乡人民政府继位认定明经国家土批房系空心房,也未作出决定强制拆除明经国家土批房的行政行为, 二,南康区人民政府及十八堂乡人民政府,一直要求农村土批房拆除工作,必须坚持以群众自愿为原则,不存在强制拆除的问题。 三,张房村村委会在案发当天继位决定业务实施拆除明经国家土批房的行为,案发当天,张房村村委会拆除明蒙饼,明蒙福,明蒙森土批房的行为,是已正的上述村民明确同意后实施的。 在拆除明蒙福土批房的过程中,因毛决机司机操作不慎损坏了明经国家土批房的南面屋檐部分老片,并非针对明蒙国家土批房实施的拆除行为所致, 且在场的乡村干部以当场救屋檐及软片损坏原因向明经国及其家人作出解释,问,开展土批房改造,整治工作是否有法律政策依据? 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更迪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 第62条第一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宰基地,宰宰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吧。 第8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身属于村农民及其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国务院支持赶南等员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其提出,加大义,土地坊为主,农村为旧方改造力度,加大队赶南等员中央苏区,农村为旧土地坊改造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赶州市加快完成改造任务,根据以上规定,赶州市人民政府及南康区人民政府,开展农村土地坊改造,整治工作,是为了改善老区农村群众的生活居住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张房村村委会根据政府要求。 在土地坊防整治工作中,开展了法律、政策宣传和征求群众一件工作,在案证据表明,许多村民对此项工作,是理解和支持的。 问,被告人民经国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律过道? 但,根据刑法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外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为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行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行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正面处处罚。 今审理查明的事实表明,被害人卓宇在报警前后,未对民经国实施任何侵害行为,民经国见卓宇报警,趁其不备,持联产猛击卓宇,其行为不具备正当防卫的事实要件,依法不构成正当防卫或防卫过道。 问,本案被害人卓宇是否具有过错? 大,根据刑法理论,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被害人过错,应当具备三个要件。 一,被害人实施了先行不当行为。 二,被害人侵犯了被告人的正当法义或社会公共利益。 三,先行不当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 精神里查明的事实表明,朱宇十八堂乡的人大主席,其一把有权对整个十八堂乡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张房存土屁房拆除工作,也是日常独岛内容之一。 朱宇案发当天到现场,是根据职责分工,开展正常的独岛工作。 二,明京国防务受损,吸引挖掘机司机,在拆除相邻土屁房时操作不慎缩制,借在明京国防务受损之时,朱宇尚未到达现场。 三,朱宇到现场查看土屁房拆除工作进展,看到挖掘机停止作业时,向村干部李祖兰了解情况后,并未要求拆除明京国的土屁房,而是与李祖兰等人到附近查看其他土屁房。 朱宇再次回到现场后,见到明京国打杂拔绝机给予劝阻,经劝阻无效,随向派出所所长申长森打电话报警。 综上,被害人朱宇在二件起因,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没有实施任何先行不当行为,没有侵犯明京国的正当把义,其行为完全合法,正当,不存在过错。 问,被告人明京国作案时的精神状态如何? 答,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和补充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人明京国作案时精神状态正常,具有完全形式责任能力。 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但愿精神理认为,明京国虽患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脑错裂伤后综合征,依赖综合征。 但案发时作案动机明确,作案时对作案对象的选择明确,要连场打击打电话报警的卓宇,还明确要在场的其他干部走开,以避免误伤,在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以逃避责任。 综上,明京国作案时精神状态正常,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后果等军具有正常的分别认识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 中山大选法医鉴定中心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即补充鉴定意见,军系又辞职的鉴定机构,人员依据法定鉴定程序所作出,鉴定程序合法,经补充鉴定,鉴定依据充分,鉴定节肉科学,客观。 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但愿于一海信,问,被告人明京国是否自愿认罪,对其量刑的依据是什么? 答,被告人明京国归案后,多次无实供述其业被害人着女报警,数次击打被害人着女头部致死的犯罪事实,明京国在第一次、第二次开庭中坚自愿认罪,并在第二次开庭中,对被害人情署表示公开道歉, 明京国犯罪主过恶性大,手段、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公诉机关主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鉴定明京国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并能当庭认罪、毁罪,可从轻处罚。 对被告人明京国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符合宽言相继刑事政策的要求,体现了我国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死刑政策,是依法对明京国做出的宽大处理,来源,干州市终极人民法院。 。